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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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 爸爸带我到这里玩 就走进了这个寺院 见到了老爸 就了几天感受了一下这里的生活 也感受了一下老爸的风度 就这样决定出家了 我以为他就是到这看一看 一是新学 新学来找 想出家了 好 我说不了了 那时候在家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发花了 一发花了 提前提前走了 哎呦 那还走 我可后悔了 是 我当时出家 特别的坚定 而且特别的果断 这应该是我长这么大 唯一自己决定的一件事情 我说你不走我也不走 好 我就陪着你玩狗 真不走了 真不走我也真不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信仰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不是在我出家的时候就有的 或许在我一开始只是一种对出家人生活的一种向往 在我印象中出家人是闲适的 就像古时候的士大夫一样 而且有着情怀的 而信仰是在慢慢走进寺院 走进老爸才开始慢慢建立 我离不开孩子 几天不见都想孩子 直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孩子爱吃的东西 只要我碰到必须得买 他小时候闹着吃的东西 特别是那个糖葫芦 我见了我就买 那个图冬说 爸爸你不要买了 我不吃 你给我 我说你小时候吃 他说那是小时候 人是会要变的 哈哈哈哈哈哈 爷爷去世了 爷爷就是临终前的那种状态 还都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然后最后一天 我是在爷爷身边的 他就这样躺着 非常就是比较艰难的呼吸 因为爷爷他有肺上有问题 所以他临终前就是 这里会有痰 在这里堵着 要不停地给他 把那个痰拿抠出来 然后这样他才呼吸顺畅 我当时爷爷躺在那里的时候 我就感觉 是亲人又怎样了 你能代替他吗 在死亡的那一刻啊 就是人是那么的脆弱 那么的无助 又很无奈 没有人可以替代你 没有人帮得了你 但这就是一个 我们每个人都必将走的 一段路 怎么才能够消掉这种感觉 对死亡的感觉 怎么才能够真正的 真正的过去 这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 就是促进我修行 一个很大的原因